李辛杰心悟虐戀阿布寬 出動兩位英語老師練發音 讓記者姐姐都如此贊叹的 就是李辛杰睽違四年的芯片喜悟花園 劇中李辛杰演出 歷經二戰摧殘卻愛上日本人的大馬女子 與阿布寬大談跨國戀 他們跟我說阿布寬先生確定演出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雖然還沒見到他 但是他的外型我覺得已經夠有魅力了 在片裡面就是又跟阿布寬 然後又跟達瑋奧克斯 他有時候會不會很有心動 或是真的愛上他的感覺 我覺得雲林一定要愛上阿里托摩 但我不能分心去愛那麼多人 我很謝謝阿布寬先生來參與這部電影的演出 對 因為我覺得他非常專業 然後也因為這個電影的拍攝 但是我的英文在這一年多裡面又更進步了 我第一次用全英文對白來演習 因為我自己的英文其實沒有很好 我是苦練的 我是有兩個老師 一個英國老師 一個馬來西亞的本地老師 然後去調整出剛剛好的馬來西亞英式口音 才開拍一個禮拜我就覺得很累了 我真的很害怕我的樣子我的狀態不好 可能超時四小時六小時 變相就我休息的時間不夠 一個禮拜以後我記得有一天我們就在那個日本房子 那個早上拍完一場戲以後我就覺得 就突然整個人就很沉重這樣 然後就坐在那個房子裡 對 然後導演就過來 問我怎麼了 他一問我就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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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就講不了話 後來導演也知道因為我壓力很大 而且我很累 所以我這麼一哭 製片他們就開始去調整拍攝的時間 劇中雲林除了得面對命運摧殘 同時妹妹 連愛人都不告而別 讓投入角色的心結有苦 但心結不能說 只好殺情後靠產修方式抒發 但最好的良藥是他兩個寶貝兒子 回到真實的世界我就有他們的存在 就講媽媽我就 啊 對 我是媽媽 這是他跑得更快 更好 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網